于正利用杨子给王新月抬咖 为二人家业合作暗绰绰讲杨子的咖 之前于正在网上大方决词给90后花旦们排名 称迪丽热巴是顶流 四大花旦是杨子 赵露丝 白露和于书星 还有四小花旦的排名 只能说于正的小心思又被网友发现了 杨子和迪丽热巴都是顶流 他的咖位比赵露丝 于书星和白露要高 而且90花为什么要和95花比 白露出道太晚 其实94年出生的他 业内是归于95花的 于正这是明显给杨子降咖了 虽然他否认针对杨子 但明显就是有区别对待 不过虽说于正和杨子从未合作过 二人没有交情 但也没有不和 之前也没有恩怨 但于正为了自己的艺人 总是蹭杨子的热度 之前就天天说杨子演技好 让徐凯和他合作 现在为了家业这部剧 更是出了浑身解数 《华策家业》这部剧 一开始找的是于正旗下的徐凯 徐凯与华策合作了几次 双方的关系比较好 不过徐凯接到了邀约 但他的档期排满了 实在是接不了 当时于正看好这个本子 想借这个剧 让吴景言和王兴宇二搭 一方面这部剧的人设 很适合30多岁的恋人转型 另一方面 这部剧的导演 曾指导过《烈火军校》和《沿袭攻略》 是非常擅长拍女评的 算是于正公司出来的 但是于正想的是挺美 却事与愿违的结果 吴景言估计拍完眼前的戏 马上要休假了 而且华策想找女顶流 目前有档期的女顶流 就是杨子和刘亦菲 吴景言还扛不起S家的大女主剧 至于22岁的王兴宇 华策觉得她有点太小了 家业想找一个30岁左右的男主 王兴宇这年纪相差不是一心半点 另外华策也觉得杨子当女主的话 王兴宇的咖位不够 男二是可以的 男一有点够呛 一般来说 S家的男女主就算是大女主剧 两人的咖位不能差太多 毕竟投资比较大 杨子之前的男一 起码都算是有流量的当红小生 或者是咖位不低的男演员 于正利用杨子给王兴宇抬咖 为二人家业合作 暗中将杨子的咖 家业的男主最后预估是刘亦宁 或者是陈真远 于正有点不高兴了 他眼中自己家艺人 那都是完美无缺的 什么人都配得上 平常也是互端得很 于是在网上 突然给年轻花旦排上名了 说白了 就是暗错错将杨子的咖 估计白露于书欣和赵露丝 都不认为杨子和自己是同咖位的 于正就认为 王兴宇各方面 是配得上杨子的男主角 一心想撮合成 当年长相思拍摄时 图山景这个角色找过徐凯 说白了他点头就能定下 其实这个角色蛮适合他的 图山景身上有一种阴柔斯文感 在男明星当中并不多见 但是于正可不愿意他去演 就算是大制作 认为徐凯不能演男二号 但当初男一号已经定了 最后徐凯却见了另一部古偶 结果没有水花的扑了 反而邓维靠这个角色 一夜涨粉三百万 睡灵灵的出圈了 这把于正给算得牙疼 长相思当时各方面是顶佩 又是企鹅的重头大戏 给了最好的档器 很多演员都是脱关系 才得到一个世系的机会 谈见次的咖位也不低呀 但他都愿意演男三号 剧组给了一个特别出演 徐凯错过这个角色 很可惜 其实现在演配角出头的演员 越来越多 重要的是剧本和角色 而不是排名前后 散影视圈还是看大方面 宁卫鸡头不当凤尾的心态 要不得 杨子眼欢乐颂时 范围也很靠后 于正想让王兴月和杨子合作 明明有更好的方式和方法 非要在网上叽叽歪歪 按出出烈杨子降咖 之前王兴月当白露的男二号 过了一年多 就当杨子的男一号 这根本不太现实 王兴月个人条件不错 千万不要走黑红路线 感觉于正未来 要把他吹上天 肯定会引来不少议论 之前又说吴景岩想要成为赵丽颖 感觉于正捧一彩一太明显了 吴景岩有这个愿景是好的 但于正把他私下说的话 公开在网上吆喝 就不太好 感觉是贴着赵丽颖 感觉是贴着赵丽颖来吵热度的感觉 于正的营销能力却是强 这一点只有杨天真能和他比一比 但杨天真不会给一人惹事儿 人家不会大嘴巴 把私下的话都刷到网上 也不会硬吹 他有这么强的能力 应该好好去宣传一下艺人 把艺人的特色和才能宣传出来 而不是天天贴着别的艺人炒作 说什么长得像猪一龙 神似赵丽颖之类 说白鹿是古典美人是可以的 又非要同时拉彩 欧是长相的 说五官太精致 没有留白 不是古典美人的样子 感觉好像在暗讽谁 估计家业十月就要开机了 这个剧是一部历史证剧 宣传灰墨文化的作品 于正天天在这里吵 说什么有女性为了冲奖 去接一部题材严肃的剧 还说什么拍出来也没有人看 只有观众爱看的 才是真正的好剧 又说杨子是四大花旦 与白鹿是同一咖位 还放话 王兴月主演的五福临门 是绝世好剧 将来会爆火 感觉于正天天活在热搜上 其实于正这么多年 有一个心愿 就是自己公司 出一个真正的顶流 当初于正力捧陈晓 当然陈晓各方面条件极佳 但他不想当大流量 想早点转型到证据中 也受不了勾在天天追踪自己 陈晓有这样的条件 但是他性格不适合 后来于正拍卢针传奇时 相中了赵丽颖 想让赵丽颖签约自家公司 但赵丽颖合作很久的经纪人 并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后来他捧红了袁珊珊和吴景颜 但两人始终差了一口气 徐凯也费了不少心 这些年不上不下的 于众最看好的自家艺人 应该是白鹿和王兴月了 他给白鹿规划的路线 几乎和杨子迪力热巴是差不多的 拍很多古偶上热门综艺 走女汉子的人设 其实白鹿是轻衣脸 更适合走轻衣路线 像刘涛 梅亭 秦海鹿那种路子 长远来看更适合白鹿 但于正非要让他当顶流不可 天天给他搞东搞西 最近开一个演唱会又被骂了 难听直接上了热搜 幸亏是没有说钱 不然真的会败光路人员 王兴月有一张很适合证据的脸 他其实可以考虑走张婉仪的路线 拍一些现实题材的证据 加深大众对他成熟气质的印象 可以演一些谍战剧或者历史权谋剧 在大制作中演一些配角 向剧中的老前辈多学习一下 22岁还是学习能力强的年纪 于正天天然叹演古偶 这位全是熟人 锻炼机会少了 总想让他当男顶流 也是费了不少心 于正只要一说话 王兴月就在旁边打哆嗦 生怕老板说出什么惊天的话语 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 于正还是不要乱说话了 不光得罪演员 人家制作方肯定也生气 探拍这部剧 也不可能只是为了充奖 让投资方听见很不好 投资方心想 花我的钱充你们的奖 合着我是冤大头呗 拍剧首先考虑的是收益 不赚钱谁还敢投资呢 当然能得了奖 肯定皆大欢喜 各方脸上都有光 但没拿到奖 起码也不能赔钱 怎么也得赚到钱 本来证据就不如 国偶现偶利润高 好不容易攒了一个 大制作古装证据出来 背后费了很大心力 同行就不要嚼舌根了 你自己也开影视公司 怎么不自己拍一个历史证据 爱让谁当主角就让谁当吧 估计家业要怕半年左右 各方面配置还是很好的 相信会是一部佳作